针对香港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 香港明镜联于1月4日至8日以实体及网上问卷行事 共收集了4462名受访者对接种疫苗的看法 1月11日明镜联召开记者会并公布调查结果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志祥表示 在问卷调查中有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会自愿接种疫苗 香港明镜联副主席周浩鼎表示 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新冠肺炎疫苗的接受程度较高 促请特区政府尽快提供全民接种疫苗的计划及细节 今天我们看到绝大部分我们受访的市民 是表达了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和期望去接种疫苗 而相当多的部分的市民的受访者也都表达了 他们是希望接种中国科兴的疫苗 是表示对中国科兴的这个疫苗是有信心 既然市民都有对于今次的接种疫苗有这么强烈的意愿和期望 我们是要求增速政府尽快公布整个接种疫苗的传盘的计划 包括接种的细节地点 我记得什么意愿一个人 我记得没有这么 old 观众指数读院 大泥辑 热辑